1月上旬张艺谋和女儿张默联合指导的狙击手开机 这也是张艺谋时隔7年再度和女儿合作 现场照一曝光便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不少网友说若不是这次的电影开机都快忘了 张艺谋还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张默是张艺谋和前妻萧华所身 张艺谋平日里十分低调 对现任妻子陈婷都鲜少提及 更别说早就离婚的前妻了 所以大众不知道张默也很正常 而张默作为张艺谋的大女儿 比张艺谋的现任妻子只小了两岁 1979年张艺谋和萧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四年后他们的女儿张默出身 巩俐的出现让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张默五岁那年张艺谋跟萧华离婚了 张默此后便一直跟随母亲生活 虽说父母离异张默不再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但张艺谋给她的关心和爱却一点都没少 但是对于当时上写年幼的张默来说 她并不太愿意原谅张艺谋 也不愿意原谅那个拆散她家庭的女人 巩俐 张默曾在采访中公开指责巩俐 她说因为巩俐的存在 使我的童年少了其他孩子都有的乐趣 并多了些沧桑像她这样的大明星 她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 为何要对我这个唯一的女儿这样仇视 初中毕业啊 张默被父亲送去了国外念书 小小的张默一个人背井离乡 去往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在校期间呢 张默成绩优异 还得到了李安的推荐 成功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 学习编剧导演专业 决定以后和父亲从事一样的职业 父亲是知名导演 有着这样的优越条件 张默的导演这条路啊 显然要比别人走得更顺畅一些 2016年 张默独立制造了爱情喜剧电影 28岁未成年 初亮相电影票房就有1.29亿 张默还凭借着这部处女作 拿到了第十届中国荧幕风云榜 年度新人导演奖 这样的成就无疑是肯定了张默的实力 也让大众意识到他是导演张默 而不仅仅是张艺谋的女儿张默 然而事业上很成功的张默 感情生活要显得坎坷很多 上大学期间啊 张默认识了外籍小伙托维 俩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不过这段跨国恋呢 并没有获得父亲张艺谋的认可 尽管如此啊 张默还是铁了心要嫁给托维 父女俩还因此大吵一架 后来张艺谋患病 托维一直陪伴在张艺谋身边照顾他 这一举动也成功打动了张艺谋 最终同意了张默和托维的婚事 但是好景不长 托维和张默结婚后 不久便暴露了本性 酗酒还打张默 这段婚姻啊 仅仅维持了两年便以失败告终 好在第一次婚姻的失败 并没有打消张默对爱情的向往 张默后来又认识了外籍男友孟丹青 2013年 两人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 低调地举行了婚礼 婚礼简单又温馨 那这个孟丹青又是什么人呢 孟丹青瑞士籍华人 出身于韩国 毕业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还在清华大学留学过一年 听起来呢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虽说同样是一位外籍男友 但他对待张默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 每次和张默在一起的时候 孟丹青的眼睛都离不开张默 眼里更是掩盖不住的欣赏 如今的张默不仅家庭幸福美满 在事业上更是有一番不小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4年的嘎那红毯上 张默主动向孟丽示好 并且两人拥抱了 这个拥抱不仅是张默与孟丽的和解 更是张默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有人将张默如今的成就 归功于他的父亲张艺谋 但他的成功本质上 与他自身的努力和优秀 也是分不开的 虽然张默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他却选择了 用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大众的认可 关注老姨父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